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生部长德德西·宗克利菲表示 我国目前拥有足够的人工胰岛素供应量 且至少可持续至今年年底 宗克利菲表示 当局致力于确保病人的治疗不中断 据他所知 目前没有人因为缺乏或被拒绝提供 人工胰岛素而受到影响 我们也要看待选择选择 已经在训练 但这件事是不幸运 但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回谈到选择 但我并不想相信 我们会在一个状态 但因为我们有其他选择 我们会在一个快选择 60天 相当于几个月 原来在沙拉丼亚 所以我们会在一个快选择 去证明镜与点栏目 的人工胰岛素供应量 Zuqlifi昨天出席 2024年国际医疗保健大知识 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之后 向媒体发表这番谈话 他补充 药物短债的情况没有达到 令人担忧的程度 且卫生部正积极补充 胰岛素的供应 针对某航近期频繁 面临航班技术问题的进展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他将在明天向内阁提呈 有关这方面的机查报告 马航上周六宣布 由于受到新飞机拖延交付等影响 导致航班服务受了干扰 因此决定即日起到今年12月减少航线服务 四十八岁印度旅游客 坠失踪至今 已经迈入第五天 所有队伍昨天经过连番搜索之后 还是没有找到失踪者 不过当局发现一些排污 导致航警中有印制障碍物 因此出动高压喷射击碎障碍物 以便搜索工作可持续展开 金马警局主任 Sulizmi Affendi助理总监说 搜救队伍使用摄像头下探排污寒警 发现位于雅井大厦的排污寒警里 有许多石头以及其他印制障碍物 他表示这些印制障碍物 可能卡住一些物件 导致这些物件无法冲到污水 因此出动高压喷射击碎这些障碍物 他指出当局已经进行四次 高压喷射将会继续进行 直到疏通碳排污寒警为止 另外由于最近天气一时下雨 一时行天 当局为了避免雨水流入深坑泥 导致泥土滑动 因此出动了上百个沙袋 围着座临时防水滴 掌管联邦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杰利哈说他已经指示吉隆坡市长立即与地质学专家 以及基础设施专家展开密切合作 评估和降低吉隆坡未来发生地线的风险 杰利哈发文告指出 该部和吉隆坡市政厅将加强开发的标准罪程序 确保在规划审批申请的早期阶段 提交由认证工程师进行的沿土工程研究 针对各界关注吉隆坡地面沉降问题 他表示必须以事实和负责任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仅仅依靠言辞和可能引起民众恐慌的举措 因此 杰利哈促请各造先保持冷静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吉隆坡居民的安全和福祉 他也呼吁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等各方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 当局将及时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 另外 杰利哈也和印度驻马最高专员雷迪保持密切沟通 随时通报仍在进行中的搜寻该国失踪者行动的最新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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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的车队活动共有49名摩托车骑士参与 他们不仅巡游几大洲 还与当地的居民互动 进一步推动爱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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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rotocols看看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会有希望 为了五个人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我们的信息 我们会记得 社会的信息 为什么是信息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我们的信息 在背上有信息的信息 所有信息是你能活着 和在生活中的信息 国家原则是在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冲突后制定的 经过了50多年的岁月洗礼 社会仍需铭记这一原则作为团结的桥梁 我们会在一起和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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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和其他人来到我们的国家 而成为我们的居民 不仅仅仅仅仅仅仅 所以我们的国家也会在一起 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独立 国家建设的努力需要尽力不加强 尤其是互相尊重和接受差异 不应仅限于学校和政府的正式活动 国家原则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 没有一点是标让梁度要尽力 也能呼� compensated以公司的巨方 可能这是导致 longing或财富的话 可惜能作為ソ P or K or K 对某个企业 让任何个企业 任何个企业 或者方法的行业 应该是在国家里面上的理论 国家原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还介绍了社会应追求的目标 和需要践行的五项原则 不要让分离的火焰燃起 而是要通过团结 来实现国家的和谐与发展 RTM采访报道 马尔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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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ion of National Month And Malaysia Day 2024 Come and join us To witness the parade for National Day At Dataran Putrajaya On 31st August 2024 Saturday At 7.30am SaluranBerita AtMyTV123 And TVOK Will bring you an exclusive live broadcast Of National Day 2024 Featuring a variety of exciting programs Blazia Madani Jiwa Merdeka 下来是国际消息 昨天泰国一场季风雨 引发山洪和泥石流 导致22人丧命 19人受伤 部分地区面临的风险上升 三万户家庭受影响 根据外媒报道 泰国官员指出 上周十几个府遭季风雨肆虐 南部普及岛的泥石流 夺走13条人命 当中包括一对俄罗斯夫妇 和9名缅甸客工 泰国首相佩通塔 周末到北部南府慰问之民 并向他们派送食品 泰国交通部指出 泰国东北部赫勒府的中泰铁路建设工程 发生隧道坍塌事故 三名工人受困 搜救工作还在进行 另外北部五个府 仍面对严重的水灾 包括青瀾和素可泰 梅南河附近地区 包括首都曼谷 则面临洪水高涨的风险 不过现阶段 这些地区的水位 仍处于可应付的水平 由于近日 森林火灾数量逆仓增多 巴西圣保罗州政府24号宣布 该州45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数据 圣保罗在22号和23号两天内 发生超过2300起火灾 打破全国记录 24号又记录了至少305起火灾 该州政府已成立危机处理办公室 并宣布45座城市进入为期180天的紧急状态 数据显示 从今年初到这个月24号 圣保罗累计发生的火灾数量 已经超过前两年的总和 据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圣保罗州内陆地区长期无雨 天气干燥 森林火灾正在加剧蔓延 目前持续的火灾 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已造成至少三家航空公司停运航班 州内高速公路封闭 学校停课 家畜死亡 农田烧毁 以及严重空气污染 当地气象部门预报说 圣保罗州内陆地匙 可能仍未持续干旱高温 并遭遇时速高达90公里的大风 巴西民防部门对此警告说 已受到控制的火情 可能将再次爆发 我是朱敏鱼 感谢收看 Malicia Madani Giva Mendeca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